字幕提供 各位晚安 你們看到現在應該是香港時間晚上9點3 我在節目開始講 我對BNO的沙盤推演之前 我要講很清楚這裡的口罩 還有人犯口罩,即是我也要在頻道那邊講清楚 這個頁面的描述 有人還要犯口罩,不好意思 我會直接當那些是坊 我覺得那時候我一定會問清楚Google 究竟這個是真人戶口還是機器人戶口 因為那些無視 或者這裡的管制,或者是不斷的留言 都是一些很人生的留言,像是複製的 我知道這個一定是中國政府的所謂 這裡沒有彈仔字留言,這裡絕對不給彈仔字留言 任何一隻彈仔字都不給,我不管政治立場 這個是最基本的,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尊重 這是一個對文化的尊重問題 五毛留言,不歡迎 一些武俠小說的留言都不歡迎 我這裡是很清楚的 因為這幾拍BNO開始多事情 中國人空群而出,OK 中國人空群而出,我就 自己人說就是這些戶口 我是全部記錄著的 我遲早把戶口弄出來 我就想知道那些有多少是機器人 我知道中國人,其實你懂程式都知道 五毛留言,很多時候是一個人 假裝幾百個用戶留言都有 你寫個文章出來的 你寫個文章出來,然後你用VPN 其實是看點寫的,是有人做這樣的事的 這些事都不是第一個人做的 OK 講完這裡的House-Own有關的事情 現在BNO就明天正式開始不加入 我猜大家會關注兩個問題 大家BNO會不會變成BC 怎樣變成BC 第二就是,中國有沒有進入更多的反制措施 除了不承認BNO以外 首先 現在英國政府的 官藥文章一定說,你可以用其他政見進來 其實英國政府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鼓勵他們進來才說 即是 不要說 即是怎樣 我還要等平權什麼的 你小心點 即是如果你現在在歐洲 你在英國 當然 你 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情況 但在香港那些 你能夠離開就離開 其實英國政府的說法 你可以用其他政見進去 其實意思就是 你進來才說 因為第一 什麼時候國會立法 這個不說 這個其實是外國的決定 外國沒有決定之前 他不可以說任何事情 甚至外國發言人 因為有關英國國籍的改動 跟北歐 特別現在去到BNO 涉及人命關天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官方機密條例裡面 很高級別的一個外容 其實 即是 你知道那個是屬於 在公司的外國的外容 你知道 說話要很小心 即是 其實你出現的是 secret 不是信證 Cancel說好 是secret 如果出現secret的時候 要很小心的說話 即是你證明那件事 不知道是 現在是涉及國際外交關係 現在是涉及 幾百萬人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英國政府的說法 跟著有些五毛的推薦 說 不會平權的 什麼什麼 不會這麼容易平權 什麼 我即時踢走 我說自己死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 平不平權 就是 捏平權就是我之後所說的 平不平權很簡單 現在其實 英國政府有一個技術的考慮 他都要平權 就是 因為BNO不能保證 我們要回到香港 因為 你始終 你今天 你又玩 這個 即是怎樣 不承認是有客旅行政見 你知道梁振英 是不斷搞什麼 下一步 如果他突然回不了香港 即是 他一定會爆炸 所以一定是 為什麼 Session 4B放在這裏 就是這個原因 Session 4B放在這裏 就是 遇到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政治理由 將這些國籍問題搬到門 這個是 一向都很清楚 Session 4B 是怎樣 怎樣 製造出來 Session 4B 是 我這些男人的 痛苦經歷的結果 來的 其實 即 基本上是我 我 以至我的長輩 走過來的路 變成了 今天的Session 4B 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你說 有些巴基斯坦的人 如果巴基斯坦的人 如果巴基斯坦的人 如果懂得手足 你叫他找一下他父母的出生子 又沒有英籍留給他 有的話 叫他盡快用Session 4B 申請一個BC算 大哥 不要煩 即是可能 怎樣 過了然後申請一個BC算 如果是巴基斯坦的人 如果是BNO 就直接 如果中國政府是多次拒絕他入籍 即是成為我特區護照 你叫他過來英國之後 馬上申請Session 4B 馬上申請英籍算 不要留在香港 我覺得中國政府想對付這班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手足 這個都是北歐以來 BNO HKA1997的背景 因為BNO HKA1997 英國人覺得 巴基斯坦和印度裔那些 很容易成為中國政府的針對對象 特別現在印度和中國的關係這麼緊張 接著 去到南洋那些後來 為什麼連南洋那些非華裔 即是華裔 沒有中國的 都藏在第一條法來寫 但另一方面是因為 中國政府對南洋華人的後代 都是很有課心的 因為這班人很反共的 不少是極度反共的 現在香港說政治的人 很多是南洋血統背景 南洋血統背景的 講的是最正常的 因為南洋背景的 我們見過了所有 我們都說 我們有什麼未見過 我們國都見過 即是你那些熱狗還在說什麼 什麼公投制憲 口頭見國那些 大哥你不要玩 我們南洋人的祖宗 什麼見過的方法都試過 由泰國到新加坡 到南方共和國 我們什麼都玩過 我們什麼都玩過 基本上我們什麼都知道 如何走去見國 我們最清楚 你問第二個 都多餘的 我們最喜歡搞的事情 由勾結外國勢 到建國 獨立 我們南洋人的 什麼都做 這樣說 送過來都大膽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 所以只有BNHK1997 所以我會勸那些 如果真的已經確實有文件 說明是沒有中國國籍的人 BNO 有些不知道 或者覺得貴的 那些猛性的 叫他們不要在香港走 他們救中 我不想那些手足被迫害 入集中營 我一直以來 我都視印度和巴基斯坦裔的 香港人 是 大家都是手足 應該是不分種族 我很多年都是 因為 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看 就是 因為我跟他們接觸過 我接觸過 在1996年 他們的粗口還留意過 我也知道 那些粵語粗口還留意過 我很多 我的粗口算把 我是近10年才講得比較多粗口的 我以前講粗口是不行的 我告訴你 我不會講粗口的 其實 你說跟著 所以你說英國會不會平權 因為英國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我剛才說的那些人 回不了 你認了一方面就是 你保證不到 現在在EU 或者在英國那些 如果他還沒見身份證 那些 有些五毛還說 我們中國警示局做到身份證 No 沒有那些文件 你小心那些 連登的五毛 因為 你在海外 申請不到身份證 和特區護照 所以這班人 權力保證不到 就很大件事 所以在權力保證不到 的前提之下 我想 英國政府為了保障 BNO的出入境自由 最終平權是無可避免的 這是最大限度的平權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 BNO 你記得BNO是怎樣製造的 BNO製造的目的是 保障 護照持有人的 出入境自由 與 1997年之前 無異 但是現在 這個目的已經沒有了 所以才 而 特區護照的出入境自由 是不能夠被保證的 因為 你有宇宙國安法的話 它可以 玩東西的 有十萬八千個玩東西的情況 英國政府遲早要立法 差在是更加立法 還是比較長的立法 這個我不說定 OK 這些事情很容易踩界 但是 我現在覺得是踩界 我不想踩界 因為 點平權 點平權 有很多種 要麼就是直接 要麼 很簡單 就是 Sexual 4B 直接宣佈平權 就是 我外政大臣信鴨 現在的情況 已經 BNO已經 再沒有 就是 因為 那個人的 非自願 不行動 或行動的情況之下 而喪失英國國籍 外政大臣 其實可以作出這個宣佈 他其實 不需要國安法 因為 中國政府已經 送子彈 送上門 其實 我想 英國政府現在是先給警告 一定是 你一定 你記住 英國人做事 一定是 1st warning 2nd warning 然後才走斜 你不可以 一下子 一步 一步登天 不行的 不行的 我猜 如果中國政府 不 ignore the warning from prime minister 應該會有 second warning second warning from dominal act 或者甚至召見 中國 駐英大使 如果召見 中國駐英大使 都沒有辦法 索外的問題 甚至我懷疑 可能有議員 table私人草案 或者可能直接 2月5日壓 這是可能性最大的 大家記得 香港案 原本是2月5日 然後 突然間 壓核無期 我想 如果 現在這樣的情況 有可能 就是 香港案 直接 absorbed as government bill 因為這個是最快的 其實 跟著 他可能會查到某些部分 比如說 將所有香港人都 定義為BNO 這樣 不行的 這個會爆肌的 不行的 這個 在眼中 但你說 BNO及其後代 可以成為 BNO的後代 registration 或是曾經 BNO 但你當年沒有做BNO registration 但你可能 在某些條件之下 給你一個特殊 例外 我給你 這個可以做 可以在香港 那裡解決 順便制裁林鄭月娥 其實很諷刺 但是 林鄭月娥 是當年推銷BNO 那位 保安科的官員 大家有看過 報紙的展報 我都展示過 現在你出來 你的政府 走去DQBNO 我覺得 如果在這位 英國的面子 老實說 一定會動來 林鄭月娥 你整家人 你包含林鄭月娥 本英國護照 你準備 冷水 我想 這個問題 很明顯 其實 我想 香港表 包含制裁 我猜制裁 可能制裁 幾個小朋友 你看到 英國 Telagraph 的文章 已經是要求制裁 的意思 因為這個 這個面子問題 當年 Carrie Lamb 你現在去DQBNO 遊戲 你沒事 What the F 就是 你業樓也是 你業樓 當年 你是保安局 你是保安科的 你沒有碰過 BNO的東西 我切一批 頭給你 就是 這些人 為了 賣國求榮 去到這個地步 才沒事 動手 一定動的 怎麼會不動呢 不動不行 就是 你去過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想 香港表裁作為一個 更加立法基礎的機會 是最大的 因為已經有現成的草案 而且 只要政府 預告 就可以 把它吸收 就可以打尖 其實 其實 英國立法 那個 schedule 政府的操控程度 很大的 其實 彈性很大的 操控 就是 總之 你的 政府和 議員 說 因為你的 政府的 政府的 是有優先權的 而 你的政府是 是什麼呢 是從議會最大黨 所以基本上是 最大黨的意志 一定是 即使你 就算議員 還是 基本上是尊重最大黨的意志 所以 英國的行政主導 是這麼說 英國的行政主導 的前提 仍然是 國會主權 或者是 國會無上 即是 你由 這個 憲政框架 這樣看 你就知道 香港 是 我猜可能 Ripro Damoc 是需要一個技術的修改 一個 公開 不能夠 因為 你現在的手段上 桌子的錯 是太極盡了 是 連我這個 搞慣平權的 一個 保守黨人 我想我是異類 所以 我也覺得 這是太正常 這個 不是一個 理想的草案 我想 如果以前 Roth Aventry 還仍然在 我想 已經跟政府 在談一個 combatimized 的方案 然後盡快 上去 一個 house of lot 的草案 然後盡快上去 因為 現在的情況 是BNO 出入境的 那個 那個 當然我覺得 歐美國家不會取消 過面簽的 短期 就是歐洲 那些 因為他要給你 進來 其實我猜是方便 收容的 但問題就是 你長遠應該不是辦法 這個 因為你現在 不是出 有沒有人 有人會 留在這裏 不走的問題 現在是怕 人們出不來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調轉的話 歐美國不會 免簽 BNO 但我相信 BNO 我猜是 BNO 就真的需要一個 美國政府去保證 所以 你學習 Session 4B Session 4B 除了Session 4B 以外 我猜可能更實際 因為香港 就連小孩都夠買 然後盡快 可能發 Emergency Passport BCE 緊急 我都說 你這個最後 BNO Visa 我都說過 可能最後的結果 是給BNO 的 英國 又不是他子女 那些 直系親屬 例如老婆 父母 那些 去 用來住移民 即是居留 或者走爛的一個計劃 因為他的理念 是E-Family Permit 你記住這件事 是整個BNO的管法 現在BNO Visa 後面的理念就是 E-European Union的 Final Movement 其實你懂得看就知道 這是一個204-3-8-E-C的 Copy 其實 即是 哪些人會想這些 我猜大家 心會有數 即是哪些人 每天都在拿著204-3-8-E-C 每天都在拿著204-3-8-E-C 每天都沒有東西 當然 因為BRISC的問題 整個英國的官 都對這件事很熟悉的 老實說 每天都在 你每天對著他開片講數 你知道這個工具是怎樣用的 因為工具有多好用的 因為以往英國人不理解204-3-8-E-C 很多 英國人不明白 因為是歐六法 但是那是什麼 歐六那些 你都知道歐六那些東西 即是你這樣 我第一次聽到 啊 Resident Permit What is this? 我說你有Visa 有Passport 已經不是夠了嗎 還要Resident Permit 我說 你還要做完護正登記 要去Resident Permit 即是2001年 聽到的時候 我說 What the F 那時候是WTF 整個WTF 是的 要將一件事再換 一件事 我說 哪個這麼麻煩 但是 我就是那時候 認識過 這個世界 原來是可以這樣 做的 是這樣的 嗯 接著 我相信 中國 現在就好看中國 怎樣去進一步 只是到此為止 還是更加 但是我覺得會更加 因為你看到 梁振英那些人 不斷推銷他那些方案 即是梁振英和葉劉淑儀的 都知道 當然 由梁振英有些是無知 梁振英那些 例如說 蘇格蘭獨立 蘇格蘭獨立 那又怎樣 蘇格蘭獨立 我也要做國籍選擇 我也要做 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 這些 和平分手 很小事 不要管自己 一如譚耀宗 譚耀宗 譚耀宗就是裸官 最混蛋 譚耀宗也是 為何你的子女 要做澳洲人 還要做移民顧問生意 你現在明白 為何我這麼討厭移民顧問 這些移民顧問 很多跟共產黨 有千絲萬個關係 這個不是新聞 我們大家一向都知道 你何必找移民顧問 給人收集資訊 是嗎 今晚第一節 就講到這裡 第二節 我稍後都會講海航 海航是很大的事情 海航 我想的情況 比大家想像中大件事 我會建議 如果是中國四大國有行 股票池有人 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的事情 還有這件事是 隨時引發 我也說 海航是一個炸彈 我說過很多次 在這個時候 再加上海航破產 你走資的話 你要很小心 現在我可以說 這個2月 是我見過最混亂的2月 去年已經很刺激 去年1月 你記得 去年1月這個時候 有甚麼事 就是去年的農曆生年 去年的農曆生年 就沒有漢風行 今年的農曆生年 連初一發生了甚麼事 我不懂 我個人的 我真的不懂 因為BNO這件事 隨時會玩到收空 這件事是彈宅危機 你明白為何我經常說彈宅危機 OK 還有我順便說一件事 連登有一個戶口 叫交加加加38號 那不是我 OK 那不是我 我不會有時間去連登那裏 怎麼說 我猜他是一個很熱情的粉絲 我剛才說 我很感謝他 但是你知道 我一向都不喜歡銷售自己 我不是熱狗 熱狗才這麼喜歡做老抵抗 好 今晚第一節說到這裡